Hello的呀,我是维哥,然后今天玩者能够体验虎上架这个星星熊,裴琴虎啊,这感觉这个裴琴虎其实不是很强势啊,虽然说能变身啊,但是变身之后啊,伤害感觉也不是很高,然后就是人形状态下啊,虽然说是可以远程,远程攻击,但是他的远距离攻击没有射手那么远,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滑尸的那个攻击范围啊,所以说打起来非常不是很顺手啊,我们可以看这个啊,虽然说定位刺客,但是不像那个阿柯和那个,像这个蓝灵王这样子啊,是吧,有那种, 伤害非常高,我们可以看,但打能,打能不是很疼,或者是变身之后,我们可以看,就算使用一技能,是吧,也是不好打,如果没有那个,如果队友配合的话,我已经早就死了,再说他这个一技能啊,一技能又没有那个控能的效果,所以说打起来也非常非常麻烦,然后这个变成野怪之后啊,变成野怪之后也不会那个有加速的效果,感觉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,特别厉害的地方,除了他那双,抓奶龙的, 狐抓手,是吧,狐抓手,其他没什么强势,我们看,变成分身之后啊,变成那个野怪之后,也没有强到非常强啊,是吧,我们看这追,追人,追人家这个,如果没有队友配合的话,我这边真的就直接挂掉了,这边队友还没有蓝啊,就已经挂掉了,好像这个应该赔,这个赔钱虎啊,赔钱虎啊,赔钱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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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赔 如果一技能有带那个减速啊,或者能减久一点,或者是有带眩晕,是吧,像那个,像台虎的那个九尾狐一样,有一个眩晕功能,那就非常完美了,可惜他没有空能效果,身为刺客,没有空,没有空能,是吧,没有空能的效果,那不是就等于被人虐啊,就一个超级兵而已啊,我们可以看那个刺客,纳克鲁鲁啊,火舞啊,那个,然后绝有金啊,是吧,礼牌这些,基本都有空,都有带,带一点空能的效果,这个,这个虎的话, 我感觉确实,玩的不是很好啊,玩的不是很顺手啊,这集如果没有我们那个后翼的话,基本上是赢不了,干嘛很难赢,这把后翼打的这个非常烈,最后就靠后翼打赢了,这里这个赔钱,赔钱虎啊,我可以直接叫他赔钱虎,是吧,简直就是,反正是,手感不是很好啊,那好吧,我们就到这里写台,今天回到就该会有视频段的关注话,我给你解决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